怎样修福又修慧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想许多人都愿意知道的 修福就是断卧修善 在断卧修善里面能够不执着就是修慧 不着想 那么佛教菩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教菩萨修六个法门 补师是修福 持戒也是修福 忍辱也是修福 精进禅定都是修福 般若是修慧 什么是般若呢 其实般若如果离开前面五种 般若就不能存在了 般若是个抽象的概念 不起作用 般若一定在前面五种修福当中 不失不着不消 不失里面有不 jeans 有智慧 这就是佛会双修 持戒呢 不着持戒的下 这也是佛会双修 那么由此你就知道 忍辱 禅定 精进 只要不分别 不执着 那就是慧 这样才能够佛慧双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